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被控制於預防中心CDC的研究人員 上星期發布了一份新報告 分析了2022年的全國調查數據 發現國內有11.4%的3至17歲兒童 也就是710萬人 曾被診斷出環遊注意力缺陷多動症 較2016年增加了約100萬 而其中650萬名兒童 目前仍然患有ADHD 在這些兒童中 有58.1%被評為中度或重度ADHD 有77.9%本有心理、行為或發育障礙的問題 報告還提到 近三分之一的兒童未接受任何ADHD的特定治療 此外ADHD藥物在全國範圍內長期面臨短缺 研究人員表示 確診數的增加可能是因為公眾對ADHD的認識提高 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 心理健康狀況惡化等因素 天樂圖記者編輯報導